我就比較擔心他們成長營養的問題 因為我兒子喜歡打球 我就看到我兒子一直舉手 在挑籃球隊的隊 他第一個把我兒子的手拍掉 就說 後來我就跟我媽說 好像是我害了他這樣 讓他在成長上面營養不夠 我媽說 在煮的時候 我兒子就奪門而出 他就跑了 中藥 就是那個中藥味他不喜歡 所以後來我就找到了這一個 完全符合營養師說的標準 經過了人體醫學實測 才拿到衛福部核准的 健康食品的標章 所以我覺得我們家長來說 也會比較安心 他就是這樣子一包一包 小孩你知道對味道非常挑剔 像我兒子他就是打開 然後粉先倒嘴巴 再用水把它配下去 我說哥哥好不好吃 他說 就牛奶的味道香香的 就是它的味道是真的 小朋友是可以接受 就是只要願意喝牛奶 這個味道是OK的 然後在他小時候 大概小學六年級到國一 我是讓他一天一包 接下來到國二 國三 到現在高一 因為他們需要的營養成分 運動量比較大 需要的營養成分更多 我兒子就會讓他一天吃兩包 我那個時候在看他的營養標章 我就發覺 你知道有時候我看那個營養成分 就會有很多化學 對 化學成分化學是什麼 你就會覺得 這是能吃還是不能吃 你會怕怕的 但這裡面的成分 包含了比較好吸收的牛奶蓋 還有另外一個水解的魚膠原蛋白 另外還有維生素D3跟B群 這個都是兒科醫師在講的 就是小朋友在成長過程當中 他必要的營養素 他其實裡面都有 因為對家長來說 他每天都要吃 安全就很重要 我後來在做功課 我發覺說 他的SGS的檢測 拿到800多項的合格 同時還拿到了一個 日本的一個醫學信賴獎 日本的醫學信賴獎 所以看到這些合格跟得獎 我就會更安心 然後我就分享給很多 我兒子的那些同學的媽媽 真的有個媽媽跟我說 她說宇安妳介紹那個還不錯 我說怎麼了 她說她有一次 小孩的飲食上有問題 她就打上面的服務專家去問 她發覺他們的客服 都不是工讀生 他們都是 國考資格的營養師 所以她講出來 是很多很專業的 我稍微有點欣慰 就是以前跟我兒子拍照 都是這樣搭她的肩膀 到現在可以這樣拍照 當媽媽就比較沒有 那麼大的壓力 覺得我有把我該做的事做到了 孩子在成長要注意的兩大重點 第一大的重點就是 成長的時間你要抓好 那個時間的部分來講的話 大致上而言 小孩子要準備抽高的時候的 儲備期的話 大概到四到八歲左右 所以這時候 你要給她足夠的營養 那她開始在 拉高的時候 大概就是已經 9歲到18歲這中間了 這時候的營養也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這兩個時間點 千萬不要就是錯過 另外一個部分就是什麼 這個時間點 我到底營養要給什麼 那我們身體裡面 最重要的這個 鋼筋的部分讓我們骨骼 可以長得好 就是膠原蛋白 然後水泥的部分 就是我們的那個 礦物質像鈣 或者是需要的 微量元素都非常的重要 所以剛才宇安姐這邊講的 所謂的水解的與膠原蛋白的部分 因為分子比較小 比較好吸收 大家都知道鈣很重要 那天然的牛奶鈣的這個部分 跟人體的骨骼是最相近的 所以它的礦物質比例 是人體最好吸收的 鈣跟什麼東西吸收很重要 就維生素D3這個部分 但是你就說這些都非常的重要 的一個情況之下 那小孩子就是挑死 有時候東西就不吃 那我就跟他說 那不然我就補充給你 但去買這種補充品的時候 會有幾個問題就是 很多東西我看不懂它上面寫什麼 所以第一個 我們要找那個成分看得懂的 盡量天然 然後不要有太多化學成分在裡面 第二個當然我們很重要的 是要我們 衛福部核准的健康食品 SGS SNQ 台灣品質把關非常重要的 因為這真的告訴我們這個 真正的他是有做過實驗 很多都做的是動物實驗 所以要做的是人體的實驗 所以人體的吸收可以的話 當然小孩子吃了也可以吸收 如果他廠牌夠大 廠商夠大 夠有信譽的話 他做出來的研究 當然是可以比較有辦法 受到這個信任的 或者是有相關的 衛福部的一個認可 都是可以比較容易 去信任這個產品